大家好,我是李鋒,歡迎收看時局新聞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夫人,聯合國教科民組織促進女童和婦女教育特使彭麗婉 10月12日通過視頻,向聯合國教科民組織第五屆女童和婦女教育長致辭 官媒新華社發通稿宣揚這件事,說彭麗婉在視頻中向來自斯里蘭卡、肯尼亞的獲長者表示忠心的祝賀 並強調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女童和婦女教育,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視頻火粗熱傳,主要原因之一卻令人意外 網友根據彭麗婉緩慢的語速猜測,她是在鏡頭前讀稿 但在一段僅19秒長,一共才三句話的視頻片段中,她就被找出錯誤 從字幕來看,稿的內容應該是全球成年文盲中,63%是女性 婦女得不到良好教育,就不會有人類社會發展進步 女童和婦女教育,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但彭麗婉卻將最後一句讀成婦女和婦母教育 由於這段視頻是為第五屆女童和婦女教育長支持,可以判斷 是彭麗婉讀錯而不是字幕打錯 另外,在中國只有一題到文盲,關注時政的人 不其然就會聯想到反覆在公開場合讀錯別字的習近平 習近平在1960年9月讀小學,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 全國大中小學全面停課 所以習近平小學未畢業就離開了學校,他亦因此被民間棄稱為小學弟 毛澤東前秘書李銳在接受境外傳媒訪問時表示 習近平上台以來展現了他文化水平低劣 我那個時候不曉得他文化程度那麼低,你知道嗎?他小學程度 這個其實要怪文化大革命的始作總者中共黨魁毛澤東 以及這場運動的土壤、中共體制 習近平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 而且全中國與習近平一樣被剝奪受教育機會的人何止千萬 但最終外界之所以因此一點嘲諷習近平 更進一步原因是他最終成為中共體制的代言人 外界不僅嘲笑習近平文化水平低劣 同時也是饑諷他的思想高度 以及鄙視這個將小學生推至一把手高位的制度 網友圍觀彭麗媛這段視頻並嘲笑說 成年文盲不要緊,可以通過工農兵學員脫盲 可以讀銜售博士,可以當國家主席 又說先將家裡的文盲教育好再出來講話 又說棄子學做騷,幾句詞讀得像詩朗重 怎樣模仿都是東師校頻 還有說這件衣服的款式和顏色是否告訴大家 要回到穿粗棉布吃窩窩頭的日子呢? 也有人透露,彭麗媛是被保送進入中國音樂學院 這間學院專門提前為他設計了碩士學位 同獲博士頭銜的習近平類似,兩人的高學歷都是特權產物 韭菜門可望不可及 多謝您收睇這次時局新聞 喜歡我們的頻道請點擊訂閱,再會!